台湾向前衝 一起拼經濟 我是吳軒怡 根據估算 台灣每年烘焙業的產值高達600億 而這間北部擁有28家分店的連鎖烘焙品牌 每天能賣出超過25000個麵包 年銷8億元 當中最熱銷的丹麥菠蘿 一天至少就能賣出5000顆 第二大廖沛淇接手後 因為自己吃素 就在工廠內開設了一條全素麵包產線 所有烤箱器具都和葷食是完全分開 要做出最沉浸的素食麵包 搶工素食上機 輕按幾個鍵 白色機械手臂就開始左搖右擺的動了起來 短短幾秒 香濃咖啡就可完成 另一頭付款後 吐司就像搭電梯一樣調到取貨口 還支援線上預約取貨 不僅臨接觸 省人力 還能二十四小時販售 我們會到每一棟 只要人多的那個祝福的 我們會擺一些在裡邊 讓他們能夠很方便購買 工廠多的員工 我們可能會擺一台在裡邊 讓員工能夠很方便購買 門室外有自動販賣機 隨時滿足顧客需求 門室內則有AI麵包辨識機 顧客只要將選購的商品 放在感應位置 機器就能自動結帳 讓員工能有更多時間 跟客人互動 勞動力減少的話 影響就是服務業 服務業你說要有感情 基本上是靠人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 找一些來替代 讓我們的至少 讓我們的門室的工作 能更方便更快速 老台烘焙業眼光放得遠 科技必須與時俱進 兩套系統目前都已經進入 最後測試階段 不過萬變不離奇 顧客到底買不買單 重點還是得回到 這些自動販賣機內的糕點 滋味究竟如何 紮實俗脆的外皮 包裹著像可頌一樣 層層交疊的麵包體 口感豐富還有滿滿奶油香氣 光是這款丹麥菠蘿 一天就能賣出5000顆 是總經理廖民堅 創業43年以來 店內從未退銷過的 長青商品 我們買了一套 將近百萬的自動的 丹麥分割機 它能夠很精準的 能夠照我們所希望的刻度 把它壓到多扁 然後雖然是很扁 但是我們層次 我們層次應該是遵守 丹麥的規則 我們壓到36層 所以為什麼 我們的丹麥菠蘿 會這麼酥這麼好吃 這個部分 每一顆都有 到我們要的公分數 好 對 那高度的部分 你再稍微量一下 阿賓一定要為消費者做拔關 好 就像我這種動作 你就隨機 好 每一盤隨機一兩個起來 爐底 爐麵 每一個都做一個 烘焙是技術 也是藝術 讓民間以身作則 帶領員工仔細 端詳把關 將手上一顆顆的麵團 視為作品 在入口的一瞬間 才能傳遞更多感動 他如果認定說 這個作品是代表他 他的名利 就帶入到這個作品裡面去了 他會很認真去 他的作品 那不只改成作品 還有你這個作品是要成給誰的 要做給我爸媽吃 要做給我的愛人吃 那種感覺 他會想盡各種辦法 把最好的呈現 像這個 可以的話 盡量把這個往下放一點 技術的教導 固然非常重要 但是觀念 觀念比技術更重要 觀念對的話 技術會跟著成長 如今全台共有二十八間門市 每天銷售出超過兩萬個麵包 廖民間依舊戰戰兢兢 穩雜穩打的作風 是年少時跌倒後 記取的教訓 二十九歲 從加盟連鎖麵包店開始 白收起家 十多年後 廖民間已經有十三家麵包店 跟四家餐廳 事業越做越大 但可惜的是 經營管理卻來不及跟上 我剛好是少年得志 不知道怎麼做 驕傲 人家跟我建議 我都不聽 以為我自己做的都對 結果三年就給我 你們這麼一個懲罰 怎麼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棒喔 隨著熱潮退去 生意不如以往 如同血脈般的現金流 開始出現問題 是讓民間更無法專注在管理工作 惡性循環之下 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 終究還是垮了 這個杯子 我每次看到它就會想到 民國八十四年那一撒 我工廠賣給人家 我要走出來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杯子 還在桌子上面 我又回去拿出來 低谷的幽暗仍歷歷在目 妻子跟女兒的陪伴 卻替廖民間點了一盞暖光 讓她再度充滿能量 從零開始打拼 那時候她才這麼小的年紀 裴大佐在旁邊 我自己送貨 她跟在我旁邊 早上四點起來的中餐盒 到六點七點 要送信給人家的時候 我很想睡覺 然後她就坐在我的旁邊 我邊開那個箱形車送貨 然後噴到紅燈我就睡覺 然後佩奇在旁邊就負責 爸爸立等了就叫我 我就起來 當年的小女孩已然挺立 廖佩奇現在依舊是父親的最佳助手 近年來奉行素食主義的她 也發現這樣的飲食習慣 對身體及環境帶來正向影響 因此在場內 布建了一條新的純素食產線 自己吃素 廖佩奇很了解素食者 對於氣味的敏感度 因此也特別要求 必須將店內13款素食麵包產線 全數獨立出來 那裡面所使用的 從烤箱啦 器具啦 然後到一切的器材 都是專門for烘焙這個 全素商品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的源頭 然後之後送到門市 連擺設的位置 一開始我們都會先幫 這些全素產品做套袋 那目的就是 不要和其他的一般性的食品 或者是有葷食的 或者是有蔥蒜味道的一些產品 可以不要做到一些沾黏 看不見摸不著的味道都不能放過 攪在嘴裡吃進肚子裡的食材 更是不能馬虎 麵包店在常見不過的吐司 要做成純素就不能使用蛋和牛奶 最尋常的品項 這時卻成了最困難的考驗 本身奶跟蛋 它裡面有它的一個細緻的地方 它可是少了它以後 那在攪拌的過程 產生筋性的時候 它就會不一樣 對 那在打的時間 可能也會稍微久一點 那我利用了一些技法 讓它攪拌的時間縮短 就是要有這個薄膜這樣子 拉開會有薄膜 然後它就是像一片面膜一樣這樣子 輕輕撕開 小麥香隨著蒸汽緩緩釋出 即使不用蛋奶依舊柔軟濕 也帶有豐富嚼勁與口感 如果不說很難分辨跟一般吐司 有太大差異 當我們體認到素食是一個 可以對顧客的健康 還有對這個世界環境 造成更好的影響的 一種飲食方式的時候 身為烘焙業的我們 也很想要為這個世界盡一份心力 所以我們就創立了 全台灣第一間 純植物性生吐司專賣店 切成條狀的生吐司 甜的鋪上新鮮莓果或抹茶紅豆 鹹的有照燒性包菇 喜歡辣的還有泰式口味 炙燒素牛肉上 點綴少許金箔增添桂氣 原本樸素的食材 瞬間就變得像是珠寶盒般 絢麗耀眼 因為我們為了想要把生吐司 可以更加的生活化 所以我們在店內 延伸了許多套餐 那我們就是分別 把它們料理化還有甜點化 美味又吸睛的餐點 在短短兩個月的期間 就吸引超過一萬人次造訪 讓婦女倆對於推廣純素飲食 更有信心 就是說有一隻駱駝 在沙漠裡走的時候 看到一隻小麻雀 它躺在地上 兩隻手朝天 那駱駝問那個小麻雀說 小麻雀請問你在幹嘛 小麻雀跟他回答說 聽說天要塌了 所以我盡我的力量看 所以把天頂住了 我們現在這種心態 雖然我力量很單薄 但最起碼我們能夠 做多少素麵包 就是多少素麵包 至少能夠對整個地球的軟後 有一些減緩的動作 當素食不只是飲食習慣 更成了一種生活態度 那民間與廖沛齊心中所掛念的 也不再只是以營利為目的 而希望能從自己出發 拋磚引玉 引導更多人 同樣珍視這片土地 遇上了缺蛋之亂 才知道雞蛋有多重要 廣告回來要來看看 這一間國內最大自有蛋雞 飼養場